姜濤的中日新聞報道 真是苦了姜濤 剛剛姜濤病號被人摔出來狂宣傳道穴者 一個大病初遇可以俗稱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病 總之肯定是很辛苦 之前演唱會已經說到又要吊鹽水 又要耳朵放血去退燒 現在叫大病初遇就立即被人摔出來 去宣傳這個待遇者 有沒有關注姜濤的健康呢 今次還有很多粉粉不平的事要跟大家說 開始斷邊之前請大家賺點斷邊 還有劉阿賢一個深深一個笑容一點 最重要是課金支持 好了 大家如果有記憶在說 這個姜濤的健康狀況 其實自開MIRROR演唱會以來 其實健康狀態都是一般的 那時候MIRROR演唱會大家記得 開了幾天之後就說要耳朵放血 那時候就說中醫如果要用到耳朵放血 都說是因為發燒的問題 結果之後又吃藥 甚至進去醫院釣鹽水 有很多姜濤就說 不是呀我看他演唱會都很精神 其實現今科技已經進步了很多 這個醫療 你如果要他穀行幾個小時 精精神神地表現給大家看 在演唱會其實不難 但是當你穀行幾個小時 在演唱會爆炸性表達之後 所帶來的後遺症又真是很難說 可能有很多後遺症 結果姜濤應該是開完演唱會之後 就病了一段時間 但是問題上其實還是不能休息 就是要做這個盜月者的借票場 即是我經常講 我即是張心比己 我即是問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很核心的問題 喂姜濤作為一個客串 你們這麼喜歡經常用客串這個字眼 這個客串的狀態 喂結哥好像這些借票場 好像姜濤做主角一樣出來借票 當然 我的背後動機就非常顯然意見 基本上就是要 姜濤雖然叫客串 但是去做宣傳的工作 是跟主角一樣的 是吧 借票場是跟主角一樣的 那即是結果什麼 就是逼你們那些姜濤 入場看借票場 亦都坊間有很多傳聞 哪一場是借票場 這樣叫姜濤去多多鼎力支持 但是那些借票場是否又是姜濤出席呢 又是未知的 這些純粹是吹的 但是吹還吹 有很多姜濤就是說 以一個炒價 是不是天價 就入場去借票場 那裡 就為了看姜濤的一面 當然就 即是荒鞋 我現在在檢視著 基本上那些 借票場 說哪一場有姜濤出現 哪一場有姜濤出現 根本就是 有些根本就不對現 基本上它已經說到 長長借票場 都是有姜濤出現 就把姜濤出現 把姜濤出現去 之前 江仔都說 我的這樣的 黃牛黨 簡直是想著 叫做 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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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姜濤 就叫做 入場 入場去看這個 渡獄者 入場去看這個 渡獄者 希望 就令到 令到 叫做 姜濤 多點買票 入場去支持這個 渡獄者 這個操作 當然 令到人家 就覺得 找這個 姜濤 笨 希望 令到 很多人 進去看這個 渡獄者 谷行票房 但是 我不知道 究竟現在 它的操作 很混亂 我自己告訴你 我的操作 很混亂 就是 一方面 就要借姜濤的力 去 去 谷行 這個 渡獄者的票房 但是一方面 又在踩著姜濤的演技 但是 有另一幫打獸 有另一幫打獸 又在這裏 鋪掌著姜濤 在這套戲的 這套戲的 貢獻 貢獻良多 又說 什麼 又帥 又帥 非常多 這些 自相矛盾的言論出 但是這些自相矛盾的言論 就是混淆視聽 純粹說一句 混淆視聽 就是說 令到姜濤入場 其實 我早前都已經分析過了 如果要 渡獄者超過4200萬票房 去擊敗 剛剛有了第二個紀錄的話 這個紀錄 肯定不可以單憑神徒 和著屎 你單憑著屎 你看看之前Elon主演的幾套戲 其實那個票房頂不住 你說縱使 教主 上一套的陽雲過1000萬票房 我就當這1000萬票房 是沒有水份 就當它沒有水份 就顯現到 這個神徒的力量 就是大約1000萬左右 但是如果剛剛有了第二個 就已經達到4200萬票房 所以呢 他們那個如意算盤 就打得很響 他們就想著 喂 這套片 姜濤做卡串 這個 Anson Lo加Elon加姜濤三個 是吧 起碼5000萬沒有手機 是吧 上次都4200萬 加多1千萬就5200萬 5千萬沒有手機 他們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 他們一定是這樣的盤算 即是說完給你聽都知道 即是這些 這樣的想法 即是司馬超之心路揚皆知 肯定是有這樣的盤算 如果不是 你看一下網絡的打手 即是有一個部署 加上 姜濤病了 病到這樣的款 你看一下他 去我的借票場 我看網上的片段 還有片段 面青青 即是你 即是 即是 於心婆人 我經常覺得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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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壯年 即是這樣說 當然壯年 當然壯年 也很長 還有很多 應該都很健康 但是你看到他臉青青就知道他自這個VIRROR演唱會開始 到現在根本就未病好 雖然他昨晚在他的社交平台出了幾張照片 又要一起去做宣傳啦 一起去做宣傳去幫這個盜悅者大病初遇 但是你看到他的狀態就不是最適合100%當打的情況 肯定還有很多要多多休息 還有很多大病初遇的情況 我其實都覺得是於心何忍 我自己覺得真的是於心何忍 但是沒辦法的 就是鬼叫現在的目標是要鞠勤盜悅者 成為這個麥克風旗下電影的票房一哥嗎 有人是這樣想著要成為這個一哥嘛 想著單憑這個這樣的盜悅者 結果姜濤也是要被迫上的 那沒辦法了 即是力量是打工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裏面有一批小組 有一批小組 就在說這個捧紅 要捧紅一班這樣的人 要捧紅一班這樣的人 結果最有實力的那班就叫做 Support Team Support Team 一班主 Team 結果就要令到一班公司認為要紅的人 就要紅起來 然後我那班支援的人就叫做做有去粉 做工是有去粉 這個叫做功勞就沒有去粉 這樣 姜濤就沒辦法了 論打工來說 如果大家做的事都知道 這些事是經常都有發生的 即是你受不受到老闆的上色 那老闆是願不願意看你 那這件事就是國安天命 即是這件事很難說 即是我覺得是事業運 即是你跟老闆合不合 那些老闆支持不支持你 即是另外一件事 而且說如果老闆疼你 喜歡你的話 那肯定有很多機會 你看Anson Lo就知道了 Anson Lo真是機會多到不得了 在McCalville旗下的第一部電影 那一部假務女團就是Anson Lo 第一次擔當主角 第一次拍 接著今年出歌也是第一次出歌 結果就 即是機會都給你了 你獎不獎得 騙到 是吧 咬不咬到這個機會 即是國下的實力所言 是吧 但是這個機會就肯定是多過姜濤 而且說你不單止是這樣 說2024年還是要姜濤 有一個香港最紅的明星 為他人作嫁以上已經是覺得說不通的一件事 2024年姜濤都可以做回自己應有的作品 即是有一個機會去發展 如果不是都 都慘了 你想想 都慘了 我自己覺得 令到大家都覺得 沒有理由這樣去失落的 姜濤 有大把的機會 原本沒理由 為他人作嫁以上 扔完都要出來做宣傳 而且我嚇吞了 你說我做主角 就無可口非吧 要出來做宣傳 要頂住整套戲的氣氛 但做嚇吞都要這樣做 就過份了 我自己覺得過份了 好 這次姜濤的中日新聞報導就是這麼多 下一次回來 我們繼續